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些大大小小的将军中 曾关居第二十二集团军司令官的孙元良是个颇受争议的人物 他有个外号小飞将军 说的是他在战场上有四级逃跑的技能 抗战中 孙元良也曾率部与日军浴血奋战过 比如一二八松户抗战爆发 时任八十八师师长的孙元良就率部在庙行一线顶住日军攻击 八一三松户会战时 他又率部坚守扎北阵地七十六天 主力撤退时 八十八师所部五百二十四团一营八百壮士 时围四百五十人的加强营 对外号称八百壮士 奉命在该团团副谢进元的指挥下 创造了孤军聚首四行仓库的惊世壮举 为中国抗制赢得了世界舆论的支持 令人诟病的是 孙元良不仅有着逃跑将军的恶营 他还是个好色将军 孙元良之所以会有如此享乐思想 与他的出身也不无关系 孙元良父亲是晚清的一名之县 六十七岁才生下孙元良 孙元良年少时 父亲便去世 所以被受母亲交出 因而也养成了贪财享受的习惯 比如 就在松户会战震撼之际 面对来八支八支卫劳部队的上海女学生 孙元良竟然色心大动 以花言巧语片的一个漂亮女生的信任 让他单独留下道师不多玩一会 孙元良的目的很显 就是企图占有那名女生 结果 此举被副师长冯胜法撞破 劝说无果后 冯副师长又指派时任第八十八师军械处主任去劝阻 军械主任时候回忆一说 孙元良当时的态度非常不好 以抗日英雄自居 并大言不惭地说 自古英雄爱美人 他的所作所为并不妥 要知道 正当他执意享用之际 正是前方将士流血奋战之时 彻离上海后 八十八师又参加了南京保卫战 但是 在南京 孙元良仍积极不改 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夫子庙听戏与嫖乐 很少在师部做打击敌人的准备工作 八十八师未经休整 迅速投入到南京保卫战中 仅仅两三天 外围阵地及告失守 当中华门被突破 孙元良不通知部队 独自逃跑 有人说 孙元良用金条收买老宝 躲入南京青楼之中 才免于一死 八十八师群龙无首 在溃退中很多官兵无法渡过长江 在南京城内被日军俘虏 成为日军屠刀下的冤魂 可叹一只精锐的得使胡奔 就这样被葬送的 后来的后来 孙元良拜淘台道 为了虎口 改做生意 一直到2007才因病去世 享年103岁 孙元良的一生虽然毁育难定 但他却生了个非常出名的儿子孙祥忠 孙祥忠是著名的影视明星 一名秦汉 秦汉与秦祥林 林凤娇和林青霞合成二秦二林 演绎过上百部电影作品 近三十部电视剧作品 秦汉的代表作品有汪洋中的一条船 庭院深深 几度夕阳红的 是第十五届电影金马奖最佳男主角 第二十五届亚太影展最佳男主角 《巴拿马影展最佳男主角》 法国第一届华语影视片 今时讲最佳的男主角 以及第二十二届亚洲影展最受欢迎的男明星 图片来自网络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ettishoprze看更多责任编辑 咪尔戶银 看更多责任编辑 咪尔戶尔戇 咔戛 oui 咔戛opt